肉片在烤盘上滋滋作响 在奶油的提味下 这香气好逼人 一口肥嫩烤肉 一口热汤 火烤两吃 老顾客吃的是怀念 常吃啊 对 大概一周会来个两三四八 大概十几岁就有了 不知很喜欢啊 小周的味道 到现在还是很棒啊 因为中鱼原味 铁锅旁有一圈突出的 非碟型烤盘 号称妇科版火锅 曾经吃炸一时的火烤两吃 传承五十多年 新盛时期 三十多家分店 也是带动火烤两吃 和吃到饱风潮的始祖 曾转型日式炭烤 去年因为疫情 休息了好几个月 以妇科火锅 重出江湖 还想说不做了 可是顾客 一直说他们想要吃奶油烤肉 就唤醒了 我年轻的时候 那种火烤两吃的奶油烤肉 不变的老味道 加上五倍劝振兴 天气又变冷 生意比本土疫情期间 增加了两三成 澳门女卫福锅 霸气的蛤蜊锅 水温沸腾 可打开 蛤蟆像是在跳舞 这汤头就是鲜美 加一点蒜头跟蜜酒 等它吃下去的话 身质会暖起来 很鲜 不会死鲜 隔地锅 严选八十八颗文革 四颗扇背 视觉味觉 双重冲击 业者还报名角逐 高雄的锅王 争霸战 这个是我们去从澳门学回来的 因为现在就可以大家出来吃饭 所以就是比之前几个月就生意好很多 大概已经回复到八九成了 龙虾上桌 大快朵頤 大人小孩一连满足样 新竹这家吃到饱火锅 一个人1468元就可以吃到龙虾宴 吃到龙虾就回本土 就老师而已啊 龙虾吃到饱 平日定位已经满到十一月底 假日十二月中再来 老板每天忙到手软 趁入冬把疫情惨淡时的业绩补回来 TVBS新闻 陈世民徐克城黄小琪 新竹高雄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